当时怎么情况 是我看他快过了了 我刹车了嘛 在后面坐下来 女司机上高速 随心所欲任意倒车 引发高速公路五连相撞 事故损失惨重 事故发生现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3月23号下午 杭州的方女士驾驶着丰田轿车在高速上行驶 因为出差好几天了 着急回家的方女士 第一次将车开上了高速 虽然汽车的驾照已经拿下很久 但一直都没敢在高速上开过 这次如果不是出差着急回家 方女士也不会在高速上行驶 因为方女士知道 自己毕竟是女司机 面对高速上穿梭自如稳控油门的那些老司机来说 方女士自己也是比较胆怯 高速上的车流和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 但是为了能早点回到家中 方女士压制住自己内心的胆怯 慢慢地开上了高速公路 上了高速以后 方女士慢慢地专注行驶 小心必让任何车辆保持着足够制动的刹车距离 就这样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方女士越来越习惯在高速上奔跑 随即方女士开始加大马力 也像高速上的老司机一样 穿梭在车流中灵活自如 因为是第一次在高速上 再加上一直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这导致了方女士的内心膨胀 这也是问题发生最重要的问题 由于方女士的车速较快 方女士很容易遗忘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 虽然有导航的提示 但是在不熟悉的高速上行驶 往往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处置时间 所以方女士也是如此 因为车速较快 等到方女士看到指示牌 并想要减速下高速的时候 方女士已经驶过了扎道 而此时的方女士也是十分的懊恼 看了一眼导航距离 方女士想到离下一个高速出口 还要继续行驶半个多小时 方女士就十分的烦躁 于是方女士在高速上 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而这个举动也将道路安全驾驶的行为 准则抛至脑后 方女士挂上道挡 竟然在高速路上慢慢倒取了车 而这一疯狂的举动 也大大影响了方女士身后车辆的安全行驶 只见后面的车辆 看到前车竟然在高速上倒车 都是纷纷避让 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些正常行驶的车流 因为速度过快 再加上长期习惯的影响而避让不及 于是就这样发生了追尾事故 因为方女士的刹车造车 导致后车安全距离过短 只见后车竟然直接冲了上去 但静静后车是位老司机 及时就车 使高速行驶的车辆 在方女士的车后两侧通过 虽然有些摩擦 但静静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故 但后来的车辆就没有了这么好的运气 后车因为制动不及 直接对在了前车的车尾右侧 导致前车直接侧翻 并在空中翻滚了180度 使得车辆和人员损伤惨重 而这一事故的始作俑者方女士 对此也是面不改色 也是十分佩服方女士的胆量 因为发生了紧急的车辆事故 高速交警紧急出动 在救人的同时 也积极调查事故出现原因 一小车一小车之间撞击 这个养伤的可能进不到 事后高速交警 将方女士依法带走调查 对于整体的事故限定 高速交警依法对方女士做出处罚 因为事故当事人还在协调处理当中 目前最终的判罚结果还不得知 但深究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方女士的行为和做法 都严重违法的道路交通规则 对于此事 不知道老司机们有何看法呢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再apse & 转发 打赏好